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,高市有一名不识货的抢匪,起脏车行抢苏姓贵妇的LV包,拿走代理的3200元现金,竟把价值45000元的LV名牌包扔弃,故山警方金宣布破获抢案,逮捕涉案的温姓抢匪,同时也是明切到通缉犯。 警方金指出,苏姓妇人日前提出LV包,一起和外籍丈夫走在美树东五路人行道,突然遭骑士飞车行抢,抢匪得手后将机车弃于路旁,改搭计乘车逃逸,更将抢到的LV包扔出车外,拿走皮包内的3200元现金,溜回其山老家住处躲藏。 古山分局城组专案侦办,一车追人,发现抢匪骑程的机车是脏车,在沿途调阅监视器,锁定一名窃导同机犯温男涉嫌,41岁,查出温男因缺陷花用,7天前从骑山搭公车到左营区,先偷了路边一辆机车,并在超商内过夜后,在骑脏车四处找寻犯案目标, 警方研判温贤可能躲回其山,美农地区,埋伏网咖,土地公庙等温贤常出末地点,果然将温贤逮捕到案,温男公称,抢来的袋子已被他扔出车外,不知去向,并称已花光了3200元,警方训后一抢夺罪送办,法官裁定将温贤收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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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